上集我們看過三田第一城的房盤 單位的樓價便宜過400萬 便宜住整個屋苑 事關單位是一個事故單位 或者我們俗稱的空宅 不知道大家又介意不介意住空宅 如果大家介意的話 都歡迎來到我們的網站 Woochartpop.com.hk 又或者我們的Facebook platform YouTube Channel 又或者Yahoo自家製 胡說樓市欄目裏面看看 因為馬上我們就會拆解一下 究竟准買家如何預防購買空宅 有人買樓之前就會去看空宅網 其實就著我們拍攝的單位 我們都上過空宅網看過 但其實他們沒有說明是哪一個單位 我們都只能夠猜猜一下 翻查資料 他就說那個單位在1998年的時候 那個住戶就刊回器自殺 但實情是否真的準確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都進行過查冊 根據土地註冊署的資料顯示 這個單位在1997年之後 一共是轉收過6次 但就沒有反映過任何死亡症的資料出來 因為事故者就不是業主而是租客 所以在註冊記錄裏面 就反映不到這行資料出來 就算註冊業主是過身 如果本身物業屬於長命契的話 在世業主只要將死亡症登記 上土地註冊署 就可以完成遺產的承辦 問題是死亡症是否一定要登記呢 很多在世業主都未必會即時去做這個手續 他們可能去到賣樓那一刻才做 所以你在查冊那一刻 未必會發現單位是一個事故單位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死亡症是否一定代表那個單位是一個事故單位 其實都不一定 它只是反映了那個事故的業主是過身的 所以更理想的做法 是應該要看看死亡症裏面的死亡原因 去作出推斷 有些死亡症裏面的原因可能是自然死亡 那究竟就算在單位裏面是自然死亡的話 那單位又不需要空窄呢 其實都很難去一概而論 因為市場上高 其實對空窄是沒有一個清晰而統一的定義 我們拍攝的空窄和攝影師哥哥看完之後 都覺得其實環境都風涼水冷 其實環境都不差的 我都知道有些買家其實不介意買空窄 他們反而介意是銀行肯不肯成做按揭 其實我們都想過一些銀行看看這個單位 即是做一做股價 我們發現幾間大銀行做股價的時候 都寫著不適用 NA 或者是要致電一些職員去聯絡查詢股值 其實都側面反映到 這些單位可能是事故單位 我們都決定打電話去銀行那裏問一問 其實你們看一看 會不會那個單位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事件發生 如果是有特別的事件發生 會直接影響到樓價 但是如果市場室行 他給了那個股價結果給我們的話 當年我們是做按揭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樓價就會低很多 好像剛剛的單位為例 其實銀行職員都說了 其實如果是一個事故單位 或者是空窄 其實它的股價是會下降的 變相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買家你要預算多些的錢 才可以去上會 其實他亦都說 其實如果是一些測輪司行 是願意去做股價的話 其實審批出來的按揭條款 和一般的住宅是不會有分別的 除了去空窄網 又或者看銀行股價之外 其實看樓的時候 都不妨問一下鄰居 管理員 又或者問一下地產代理 都是最直接可以知道 單位是不是空窄的方法之一 如果大家對今集內容 有些什麼意見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這個位置留言給我們 又或者去到我們的官網 Ultrapop.com.hk都可以 今集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